哈哈哈哈哈哈 今世做香港人 死了我都要做香港鬼 帶你暈香港十九區 尋找香港鬼 仙人卡 港人港鬼 仙人的話 這個死人Max 可能做人做得久 不太厭煩 我現在看到 這麼多人好 啤梨 Chris 很多人 Winnie Winnie不在香港 這麼多人好 你剛才不是說 有個醫院有個嬸嬸嗎 是的 要找一些給你們聽 有聽過那些姐姐很勞心努力 其實背後有很多幕後工臣 他到退休才來看病 癌症很快便過身 其實很慘 應該去享福的時候才來醫病 其實一向都有病 不過在醫院工作的人很忙碌 看他經常回來做事 很貴那間 其實不貴 差不多 如果跟養和山頂那些 那些很公道 那些人說見到他甚麼 見到他仍然在工作 在那些衣帽間 有這些 在那裏執 是 是我家 即是死了 死了還回來 還回來 還以為自己在那裏仍然工作 那你們見到他會怎樣 你離遠見到他 你當然是回頭走 不是 有些走不及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你給我 你當是看不到 即是只見到這些 我那時 即是我是一個資深病人 曾經 我不是做那些 我聽到他 我見那些姑娘很怕 你知有時做了手術 他沒有拿過冰箱去拿血 但他又不敢 他通常不靠著夢長走 他試過 因為那些 我那期還是很多學戶 他試過拿血 譬如去副拿血 要 要 手術室 跟他拿血 走一走 走一走 好像被人拔一拔 你知道那些房秘醫院 兩邊有難肝 他簡直 好像被人 沒有人的 嚇死 通常做的手術 是半夜做的 嗯 他不知做過什麼手術 是半夜做的 這樣被人 拔一拔 幾乎那些血都掉了 嗯 接著他兩頭看 沒有 接著繼續走 所以我經常問那些姑娘 他又不走 黏著牆 那個欄杆外面還有些位置 他通常是離開幾尺 他又不走正中間 他也是靠邊的 但是就這樣走 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禁忌 禁忌? 我不是醫院 你現在說靠邊 我就想起火災的時候 我當時在那邊 不在香港那邊的時候 那些消防員會教我們 真是火災的時候 會閃炎 閃炎就很嚴重了 就火災當中 叫我們真是靠邊 因為如果你是中間 你永遠在那裡 扔扔圈扔 扔扔 就會被鬼弄你 即是他們都相信 台灣那些 相信 其實你會有這些事情 不關台灣還是香港 他會說你想走出路 就靠邊摸 那你就靠邊 你便會找到樓梯走 如果你在中間 你不在那裡扔扔圈 扔扔圈 扔扔圈 永遠你都走不掉 他就是教我們 靠邊 還有叫我們趴在地下 因為地下有空氣 你站在那裡 其實空氣會燒光 這些是常識 我以為你說 那些消防員教我們 為何不要掌嚴 教我們不要掌嚴 就是靠邊 你在中間 永遠在那裡扔扔圈 你不在那裡扔扔圈 你不就死 如果你在中間 是 你當然要在最短時間之內逃生 但你在醫院那麼久 你有沒有見過病床 自己會走 不是吧 沒有 沒有 沒有見過 沒有 那張病床 你推人去做手術 就是另一張床 不會你睡那張 要過床 有一輛私家車 我那時候 沒想過會做這些節目 那時候 因為你做骨頭 經常晚上會痛 跟姐姐一起吃生日食 他們說 有個嬸 他們通常的車 比如你在手術室 她是在那邊 她是自己走 嘩 好恐怖 好恐怖 不是那輛Benz 不是車死屍的那輛Benz 是車載人入手術室 她見到 她又不是走很遠 走了十多尺度 她自己停了 然後有人經過 她就不動 沒有人經過 她就不動 回到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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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回到原位 沒有人理它 她就回到頭 但她們的感覺 好像 有一個小朋友在那邊推 因為她不是很直線 不是在床尾推 她是應該握著 其中一個樓鐵 拉它走 去到那邊停下 有人經過她便休息 沒有人經過她便回到頭 你們那時候有沒有見過這些 沒有 其實是否醫護人員沒有那麼容易見到 因為你們正在幫助他們 是 應該 他不會嚇我們 你嚇我們 為什麼要嚇我們 我們不做 太害怕 你就只會沒有人做 有些人說死了之後 Max那張床不是很重 不信你睡上去 我推給你看 是的 有些人說死了之後 就不要 你們打包一定對著他 通常是幾個小時後 譬如有些親人來看完才包 但吸得那些風多又不好 吸那些風? 那些死人風 我們找個布簾圍圍著他 不是的 我說你做事的時候會對著他嗎 我們會戴口罩的 安全設施包住自己的 死人風口罩頂不住 是嗎? 死人風口罩頂不住 我們戴口罩 不是的 我意思是死人風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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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應該是我媽媽說過 怕他們噴氣讓我們聞到 說我們不老禮 說我們不好 現在沒有了 因為我很快便會把它包得像糖 這麼快? 對 未進去之前 我們已經找那一部 Chorria 整理好東西 整理好 推進去後 兩個人一起做 為甚麼? 我們又穿了保護衣 一整理好 出去便全部都扔掉 為甚麼我住在新西醫院 這麼多這些東西? 每天都試過 通常新學的 一定要你包 一定要你包 不到你想離開 阿打那些 會知道的 聽到你們說話 一定指定 那個未做過的學戶 一定要進去做 有些BB 例如出生幾天 腰節了 有很多親人是不要的 不會領回她 這麼殘忍? 是的 他們都要包 好像包BB 他試過包完 聽到BB哭聲 哎呀 政府醫院 政府醫院 是呀 政府醫院 哪裏叫Montree 是呀 Montree Montree 他說在Montree 他包完 放回去 Montree 不應該有人聲 最多一個人在登記 但他聽到BB哭聲 其實他很有衝動 走回頭 看看BB是否未死 不可能的 是呀 後來他又問 他在工作的 其實那個位置都頗惡 只有一個人 是 看著Montree 只有一個人 你這樣說 我想起人家 劏屍 做臉房 是否有 將他 那個叫做什麼地方 就是 驗屍那些 驗屍那些更恐怖 不說 是恐怖 做那個工作恐怖 不是有鬼 是呀 做那個工作很恐怖 他其實問 問那個 在那裏做 管著Montree 做得久 那些人 臉色的 很難看 就是對待那些多 就是做 否 解剖 下那個 那部分的人 因為他們 好像你說 吸得那些 屍氣 那些福爾馬林 未必 也許 他包完 他應該 放下了 他聽到BB哭聲 他走的時候 回頭問 為何有小孩哭聲 他說 你何時聽到我哭聲 我聽不到 那他才沒有那麼衝動 真的 想拆開 解開 有時很難說 有些假死的 不可能 那段 根本 放在那個位置 那個病床是很久的 不可能 那些出生幾天的 但當他死了 去過世之後 醫生 有幾個宣布他是不行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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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寫死亡時間 出死亡證 這些 那些 不依稀的 香港 不可能 我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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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時住的病房 隔壁都死過很多 幾個 所以那些程序 我很熟悉 但是 那些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 怕死 骨科 那些 那些 那些經常見到 那些醫院 真的很多這些 是那些工作人員 都見到 慢 那些事 慢 不是慢 可能做得多 我不知道 又見過 那些學戶 通常是紅牌見的 紅牌即是第一年 第二年是藍色 拉屎 就來做正護士 就黑色 紅色的都見得多 他又試過有一個 見過一個女人 譬如他們二樓三樓 男人鑊 女人鑊 分開兩邊 沒有人混合一堆 一定 那他的鑊 即是病房 應該是男人鑊 他就見到一個女人 走進去 有一個女病人 但是那時候病人的衣服 不像現在這樣 現在是穿格仔 政府衣服是穿格仔 但以前是穿白色的 他起初都以為是眼花 以為那個女人是男人 只不過是留長頭髮 喊著他 因為他們大家都認識 那些鑊的人 就說 為何有個女人進來 就打算追過去喊他 越喊那個人就越走 就走進鑊那裡 那時候都晚上兩點多了 應該吃完晚餐 你們是否十二點吃晚餐 還是一點吃晚餐 也有 也有 看看你多不多工作 你如果 你那時候有時都幾乞 一個晚上包兩三件 你就分分鐘兩三點才吃 他那時候應該是兩點多 走進去那時候 你知道通常那時候 一個活動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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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大一個 一個學戶 他走進去那時候 就問你 你見不見到 剛才那個人走進來 他說 哪裡有 走進去 因為這麼巧 那次 假死 七日後都翻山 誰 香港還是鄉下 不是 我姑姑也是翻山 在香港 是啊 先說那個 然後他進去病房 就問那些同事 剛才一個人走進來 長頭髮 你見不見 哪有個長頭髮 男人走進來 沒有人長頭髮 然後再進去 走進去 尾 那個走火通道 看看 病房這樣長 是這邊 他就看見 他看見 他轉進去 然後走進去 然後他們說 不是 剛才經過你 經過那個站 他們坐在座台上 沒有理由不見 有個人經過你 然後他們兩個 一起走進去 走進去病房 很明顯 有一張床 正常沒有病人 那張床 是不會 整理的 一塊東西放在那裡 但是這樣床 另一張床 就倒掉我們的皮 為什麼 他們都不知道 那人進去之後 明明自己之前的病床 沒有這些東西 進去之後 真的是這樣 所以那個一定不是人 才進去男人去走 但是他看的身形 但是那個醫院 也好多一些 整間醫院都相提 而且不��터 如果說同事 悲哀又害怕 同事又害怕 不然不說 通常他走過來 拔我們娛樂料 跟他談開才告訴我 在鄉下聽過 你媽媽假死了七日後 有否發生過甚麼事 我的孤姐 叫我們 鄉下人最流行刮水 你孤姐死了快點拿錢回來 準備幫他買木 我們一回上去拿錢到就幫他做事 他無緣無故彈起來 很可怕 然後還要甚麼 他沒事之後 輪到他的小兒子死了 其實不是好事 有老人家不死 應死不死就會死不應死 哎呦 如果你這樣說 有些人撞了下去 若干年後不拿上來 說棺材板刮到花了 根本是未真死 那個人撞了下去之後醒了 人家說要打齋超道 因為他是沒有死的 硬撞 打死 對 打死 你這樣說起 我就聽過 就是這些 就是恐怖 要打齋超道 因為裏頭很噁心 很可怕 當然了 指甲爆開了 棺材拋到一條條條條 爛了 對 聽過 Chris 上次睡補血都沒甚麼事 你真是個個醫院都這麼猛鬼 是的 個個 還要看你那個人的電波 那個頻道有沒有 今晚很感謝上官再上來 跟他們分享 你不用多謝我 我多謝你 要找嘉賓 大家真的可以的 都上來 有誰有興趣 去我們群組 那裏跟我說 撐一下先人 撐一下樂園 這個我第二次說 真的要上來 今晚有訂閱 我昨天 就可以聽到一個廣播劇 是的 今次我都說 我也是臨問你才寫得起 又沒有人聽 什麼 死了放在大廳 七天後準備下葬 才起身 但是老人家 你們真的要小心 真的有一個 這些應死不死的 真的會死不應死的 我的朋友的爺爺 本來他也是這樣 死了一個年輕人 死了一個小朋友 幫他頂 幫他頂 死了一個孫 幫他頂 是的 有時候這些不是好事 那個廣播劇 有訂閱的族有才能聽到 沒有訂閱的 真的聽不到 這些就是 我們也要給那些 有給錢看節目的人的福利 是 如果你想聽 就是給錢訂閱 如果覺得 給一年貴的 你就88元 一個月 一個月 聽了這麼多節目 現在是自賣的 很方便 是 你覺得赤就每個月 每個月給 是嗎 88元 你聽這麼多節目都值 又可以重溫 星期日沒有街上去就拿來看 是的 反正這個TVB也就收拾了 還有 垃圾節目完全錯了 今晚很感謝 多謝 大家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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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訂閱的 你未訂閱 也 遲些也會訂閱的 你喜歡看 是的 Henry 麻煩你 我去韓國 我去韓國 我女兒腸胃不舒服 我去醫院 死了 我又不懂得說 我便會 我唯一不懂 我唯一不懂 Henry 我幫我 即時 找到她的Facebook 她在Inbox 把我的資料 翻譯了 資料 但後來 我們那個屋主 很好的人 送我們去醫院 聽我女兒去看醫生 但外地人會不會貴一點 誰 你不是當地人 看了一千多元 哇 我下一集回來 說韓國很奇怪 醫院旁邊就是 賓館 很方便 這麼快 很近 厲害 今晚多謝各位欣賞 收睇我們 謝謝 那你聽完廣播劇 先走了 我們下個星期 Carmen回來 期待 拜拜 拜拜